白金汉宫外民众高唱天佑国王 现场聚集大批民众 继位新国王的查尔斯三世 首度以国王身份进入白金汉宫 有人激动扑向前 亲他脸颊 还有人亲他的手 他没有退缩 一一握手致意 而他首度发表首场全国电视演说 向英国人民取下座位君王的承诺 强调自己会和女王一样 坚定不移 继续履行对国家的职责 讲到最后他红着脸 似乎抢着泪水 抢着母亲生前 对人民和对家庭的奉献 给我的亲爱的妈妈 当你开始你的最后巨大的旅程 加入我的亲爱的爸爸 我只是想说这个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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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爱 和优秀 给我们的家庭 和给你 的家庭 你所管的精彩 这些年 之后一句话 引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也是带来那王妃赠礼上的一段歌词 旭母亲能在天上安息 母丧之际登基 查尔斯面对外界执意声浪 场外民众的支持 成为最好的慰藉 TVBS新闻 最后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